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毛小安姐 大家都知道平时我们在购买食物的时候都会看保质期生产日期 但是大家知道吗 以下的五种食物是没有保质期的 而且是越放越有价值 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大家都知道我们平时购买食物的时候 总是会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但是大家知道吗 在我们生活中有五种食物是没有保质期的 而且是放的越久越有价值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第一种 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个蜂蜜 蜂蜜不仅营养丰富 而且可以滋润皮肤 很多朋友都会将蜂蜜泡一些蜂蜜水喝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像蜂蜜放着一段时间就会沉淀像这样 但是很多人以为它是变质了 其实并不是这样 因为蜂蜜在储存环境中导致了外部一些变化 其实它是没有变质的 蜂蜜的它含水量是非常低 但是含糖量是很高 是不会滋生性菌的 所以这个蜂蜜能保存很久 第二 陈皮 那么说到陈皮 大家都知道是由橘子皮筛干制作而成的 那么像陈皮 它是放的越久越好 而且越有价值 那么这个橘子皮在经过沉化后 它会形成陈皮 那么它的营养价值就会很高 同时还会当作药材 有句老话说的好 一两陈皮一两斤 百年陈皮胜黄金 可想而知陈皮的价值是有多高 所以说陈皮是放的越久越好 第三 茶叶 每个家庭都会备一些茶叶 当客人来的时候可以拿来招待 但是不是所有的茶叶都是没有保质期的 因为只有一种茶叶它是有保质期 就是普洱茶 因为普洱茶是永远不会过期的 但是也要注意它的保存环境 那么在保存普洱茶的时候 千万不要放在潮湿的地方 以免茶叶会发生化学变化 或者是发霉有变质 如果保存得当的话 那么普洱茶它是放的越久越好 第四 白酒 喜欢喝酒的人都知道 新产的白酒是不如老酒香 像陈年老酒它就会更加珍贵一些 可想而知 如果这个白酒放着几十年 那这个陈酒就会更加珍贵 好多人都不知道 白酒为什么会越放越值钱 这是因为存放白酒时 酒里的有机酸和醇类物质会发生化学反应 而产生脂类物质 那么白酒中的有害物质也同时会挥发掉 因此这个白酒会香味浓郁 所以纯酿的白酒绝对不会过期 而且是越放越值钱 第五 酱油 那么酱油是我们厨房必备品之一 像我们平时炒菜的时候都会放一些酱油来调味 但是如果你买的是纯手工酿制的酱油 那么就会一直放着 就算过了包装上的保质期也是可以食用的 如果你买的酱油上面都是各种添加剂 那这样的就不适合保存时间太久 那么在保质期内必须将它吃完 只有是纯手工酿制的酱油 那么这样的酱油就不怕过期 而且是放的越久越有味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通过以上的讲解 大家知道是哪五种食物是没有保质期的吧 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